接下来要上的是一个以前非常喜欢考的内容 叫做自留警 讲之前要先教联通管原理 我们80级我上理化课的时候我跟你说 我教的联通管原理这句话 相联通的同一个议题 同一个水泥面上压力比相同 我是这样教的 因为这句话会跟计算题有关系 会来帮助你解决计算大气压力 计算进水案的一些题目的想法 所以我这样教 可是一般老师在教联通管原理的时候讲的事情是说 如果我是联通管 那么我们的议面会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我们的议面会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一般老师在教联通管原理的时候是这样教的 我目前要用这句话 大家会用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那有个联通管原理 然后就有个自流井 自流井 自流井就是挖下去 平常的井挖下去一个洞 下面会有水 要从上面丢桶子下去 然后才能够把水挖上来 自流井不用 挖下去以后水会自己 噴出来 你就不用再丢桶子了 叫做自流井 自流井形成的条件是这些 先不用抄 先看图 老天爷下以下下 会补助 当然右边也有补助 我现在只强调左边再补助 补助下来之后就往下渗渗渗 然后呢就会把它孔系都会装满 有的有装满有的没有装满 装满的叫做饱盒带 没装满的叫做不饱盒带 然后这有两个不透水层 所以下面这个叫做夹在中间的饱盒带 上面是没有的那个饱盒带 然后它叫不饱盒带 然后呢每个饱盒带里面就有自己的地下水面 然后这个饱盒带叫做受压地下水 因为它被两边压住 上面一个不透水 下面一个压在中间叫做受压地下水 上面叫自由地下水 没有被压破到 然后呢各自有各自的地下水面 刚才跟你讲说 我往下找井要找到地下水面才有井水 对不对 所以这一口井就挖到了上面 挖到了上面的饱盒带 所以它就有井水了 那这个是一般的井 它有个洞要往下丢桶子 它才会抓得到水 但是这一口井我们就叫做滋留井 这一口井叫滋留井 为什么叫做滋留井 因为呢它挖到了下面的这个饱盒带 下面的这个饱盒带的地下水面呢 是在这里 上面的地下水面呢 是在这个地方 在上面这里 然后呢 它根据联通管原理 根据联通管原理 它必须要怎样 要伸到这个水面嘛 大家伸到同一个地下 同样的水面嘛 所以要伸上去 可是它伸不上去 为什么伸不上去 因为上面有一个不透水层挡住它 它上不去 这样你把洞打开了 它又怎么样 它就喷上来了 它就喷上来了嘛 它就喷上来了 然后呢 它喷上来 然后它的井口呢 它的井 它的井口跟它地下水面的高度 它的井口在这里 地下水面在这里 它要喷到地下水面 这就超过你的井口 所以它自己就流出来了 所以它叫做自流井 所以就是 你就知道 如果我要形成自流井要怎么样 第一个你要挖到受药地下水 第二个呢 你的井口要比受药水面来的低 受药水面来的低 那么 所以这一口井叫自流井 但是这一口井就不是 这一口井有没有挖到受药地下水 有 可是它是不是自流井 不是 因为它的井口比水面来的高 它只伸到了地下水面 就不再上去了 所以它并没有喷出来 所以就不是 它就不是 所以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跟你讲的 我 上面一个不透水层 下面一个不透水层 中间会形成受药地下水 这一题学测考过 考得超级无聊 它就问你 要怎样有受药地下水 上面透水 下面不透水 上面不透水 下面透水 两个都不透水 两个都透水 很像 上下都不透水 会形成受药地下水 然后你挖到了受药地下水 如果你的井口比受药地下水面 来的 来的低 然后根据连通管原理 水就会自己流出来 我们称之为自流井 所以 我们称之为自流井 就是 我们的自流井的意思 就是 这张图 这张图跟你所显示的状况 这个图跟刚才的图是一样的 只是换一个方法画 中间有两口前井 就是挖到上面的地下水体 它 不是自流井 最中间有一个非自流井的深井 它有挖到受药地下水 可是井口比受药水面来的高 所以它不是自流井 最右边那个就是井口比受药水面滴 水就会自己流出来 所以以前考试是考试的 就画一张图 画井口井 问你哪一头井是自流井 你就看 哪一头井有挖到受药地下水 而且井口比受药水面来的 底 就对 就看 所以叫做 深井跟自流井 OK 那么 产生我们刚刚跟你讲过 如果要如何才会产生自流井 两个条件 第一个要有受药地下水 刚刚跟你讲过 学测考过 怎样有受药地下水 上面不透水下面也不透水 夹在两个不透水层的中间 会形成受药地下水 第二个条件 你要挖到受药地下 同时井口要比受药地下水面来的低 受药水面要比井口高 要比井口高 这样它才会形成所谓的自流井 才会形成所谓的自流井 所以就请你记住 这两个条件 重点 人家考试画的图的时候 你要看得出来 这里不会去考你什么 基本上不会考你什么 田中干嘛 就是画一张图 画一张图 请你告诉我哪一头井是自流井 所以看到图绘判断是重点 看到图绘判断是我们的重点 就是我们的有关于自流井的部分 OK